主上三人 我們可以先伸出你的手 看看你的手 跟平常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是你的碰碰 會有點膨脹起來 因為我們做內貫 你把整個身心往裡面射 它裡面就造成一個很強的氣場 從手就可以證明 這時候我們全身是充滿著氣的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你身體裡面手有障礙 其實我們的脈有分五級 一般你在怎麼運動 大概只能動到第三級的脈 第三級 這一二三級是屬於運動的 屬於動的 屬於支撐你的肉體的 大概第四級 第五級就關係到你的智慧了 要增長你的智慧 因為運動是沒有用的 身體很健康也沒有用 那是要去打通這個細脈 那是細脈就是靠靜坐 靠靜坐去打通 一般的運動是動不到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每一天都有在靜坐 大概就會保證你的身體 一定可以比沒有打坐健康 不需要 你說幾天下來 要吃什麼嗎 要什麼嗎 其實你如果真的練得好的話 其實單靠我們身體裡面的自動功能 單靠這樣子好的空氣 這樣子好的香 其實是一般出殘以上就殘月為始 所以你如果常常打坐 常常秀殘定 其實吃東西自然就慢慢就 可以越來越少 但是不能勉強 你身體還沒有開發到那邊 你還是要有那些養分 不然的話你會受不了 不能透支 那透支最好的補充方式就是靜坐 不管是體力腦力的透支 最好的方式就是靜坐 因為它可以修復你身體裡面那些 扁了的或者不通的 不順暢 其實現在科學很發達 你去做一下斷層 什麼 你哪一根哪個血管堵塞多少 它都可以檢查得出來 可見我們身體裡面是很精密的 那你現在能用 你會理所當然 其實是你福包大 哪一天突然就抓起來 那最好的保養方式還是多靜坐 多靜坐 那當然這只是 某一個層次如果再加上修本尊 念佛 然後觀想 其實是根本可以提升 可以從凡夫一直提升到聖能的境界 那如果沒有做這些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這些條件 沒有這些因緣嘛 所以不可能有那種結果 你要有那種結果就要好好修啊 好 我們回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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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